过去被当作为饲料的米糠 竟然能够摇身一变 成为法式甜点的主要材料 在台中的一间大学 就特别举办创意烘焙竞赛 选用最新低温研磨技术所制作的米糠粉 不但去掉米糠的干色味 更保留住原有的营养成分 并透过同学们的创意激荡 制作出一个个精致美味的蛋糕甜点 令人为之惊艳 一个个小巧可爱的法式甜点 中间还放上巧克力 让人看得不经实质大动 而另一个则是把黄色果泥 交叠在核色蛋糕上 用地瓜带出甜味 这些由同学们亲手制作出的精致甜点 所使用的主要材料 竟然是以往被当成饲料的米糠 地瓜馅跟慕斯 都是比较属于软棉的口感 所以后面我在底部 又加上了米糠的饼干 带出它的那个脆度 米糠它本身的味道就比较强烈 所以我会搭配其他的东西 去像类似坚果的油脂香 然后来衬托出米糠的味道 上面还有柚子酱 还有蔓越莓 还有开心果水 这样吃起来不会太干 然后很顺口 然后又有米糠的香味 很少会碰到这个 因为现在大多的人都是吃的 都是金白米 很少会吃到米糠这种东西 就是很少见 但是现在就是有这个比赛 就是可以对米糠很多了解 米糠是稻米的外皮 具有抗癌预防尿道结石与肾结石的功能 但以往因为口感不佳 只被当成饲料或提取米糠有使用 为了让米糠呈现不同口感 却又保存营养价值 同学们选用最新的低温研磨技术 让米糠粉比过去更为细致 不再有干涩口感 经过烘焙后的酥脆感 特别适合用在糕点上 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米糠那个不是饲料这些东西吗 但是那是因为它没有处理过 我们又有那个发明专利的那个研磨设备 可以把它粉碎了 让我们可以比较好吸收 做的就是说可以把里面的一些成分 把它萃取出来 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加在食品 或者是那个化妆品里面 那在我们研究过程中也发现 经过研磨这样子的米糠 萃取出来的植物固醇成分 非常非常的高 包括豆脂醇 骨脂醇跟菜油固醇 它可以降人体的心血管 跟山蒜甘油脂 而同学们的创应糕点 让米糠重新有了新价值 而下方也表示 未来希望透过持续推广 让这项稻米副产品有更多用处 以增加农民收益 记者陈伯瀚李云轩 台中华报道